等会儿 等会儿 给我 给我 我说老头子 那个 这个不服老还真是不行了 你说 就买这么点东西 我在那个马路上就歇了十三次 还差一点摔了一跤 你说是你 谁让你买这么多东西 是圆圆想吃 他给我开了一个单子 那我不就得按他的单子办事 都得给他买齐了吗 你呀 活该 你看你这个人 他不是怀孕了吗 给你们老冯家怀了个双磅 那他想吃什么 咱们现在就得给他买什么 我现在倒是愁的 你说将来他要把孩子生下来 那你说咱们俩 是不是要成了奴隶了呀 那是你 我才不会 你也别嘴硬 到时候啊 你看着孙子 孙女 你呀 做梦都得把大牙笑掉了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啊 别跟我置气 哎呦 我的妈呀 我这个老腰 老肩 老腿 哎呀 妈 妈 睡了吗 睡了 什么事啊 谁让你煮什么 圆圆 除完想喝红枣粥 我说这都几点了 没找着枣啊 你把枣放哪儿了 再厨房啊 啊 我知道了 你上去吧 我马上起来 我去给煮去啊 哎呀 就是接 我天生就是老妈子面子 哎呦 猴子 怎么快你去接我 杨阳 你要的花梅和药果买回来了 你下来取吧啊 我说啊 你就别含了 人家呀 早就出去了 上哪儿去了 就想你儿子了 你去公司看看 太不像话了吧 既然自己出去就自己买嘛 干嘛非得让我这个老太太动好戏颠的 哪人不当人 哎呀 我这老伴啊 你也是不满意就造他烦 这烦你还是造不成的话 还要薪着头上一把刀啊 哎 人 只能忍了 孙女好 忙着呢 孙女你好 哎呦 哎呦 袁袁 老婆 请经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这是怎么了 连怎么这么白呀 吓死我了 你听了 冯总发火了 房这 我房内 没想到就家贼难防 这说谁呢 这说谁呢 还宁有谁啊 王副总呗 王刘铁他又怎么了 说是把一批货转给了别人 我也不知道 站着我没有 没有什么 是杨老板说 他和乙方的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 但是货跟不上 求咱们应个急 我看你俩平时关系挺铁的 我这才答应 你放屁 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 你脑子进水了你 起来 你坐你坐 你坐你坐 你坐 你舒服是吧你 你坐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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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舒服是吧你 你坐你坐 你舒服是吧你 你是不觉着跟我一块吃过苦 替我扛过事 就特别了不起了 就开始鞠躬自傲了 你凭什么擅自做主啊 你是谁啊 你男人 你你男人 你男女 我男人 你男人 都後悔了不起了 你男人 你女人 你男人 你好 媛媛 你先坐啊 把你倒杯水 好 是新杂质吗 都是 弄点时尚来的杂质啊 给 媛媛姐 真的是你来了 我可想死我了 当了老板娘就是不一样啊 现在气色可真好啊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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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漂亮了 你们看 媛媛这衣服的颜色 真是好看啊 好看 绝对 一看就是 媛媛姐 你今天怎么没穿高跟鞋呀 我还第一次看你穿平跟呢 真老土 现在穿平跟才叫时尚呢 我不懂啊 什么年代了都 你们再看媛媛姐弟发型 太时尚了 真的 真有型啊 媛媛我告诉你 你这个发型啊 只能你做 别人做 就来 对啊 就是 媛媛姐 你上哪儿去啊 你去帮我看看冯总 他完事没有 你跟他说我来了 啊 行 没问题 可疼来劲 还真拿自己当回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